今天是我的首場簽書會 可是我已經拿到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的首刷都已經幾乎要完售 然後要第二刷了 所以銷售非常的好 我很感動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次的版稅的2% 都會捐給以利國際 那今天我也很開心他們到現場 所以我剛剛聽了 我捐的費用可以請來一個數學老師 然後教山上的小朋友 然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因為出這本書就是想要讓大家變得更勇敢 然後更去堅持自己去完成夢想 可能我去爬喜馬拉雅山 對很多人來說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然後對有些人來說是很難的一件事 但是不管難或不難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一點勇氣 然後多一點去關懷身邊的人 然後知道我們可以把自己能夠做的 或是能夠幫忙的去對身邊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很開心今天有這本書 然後大家都喜歡 然後又可以幫助到尼泊爾的小朋友 所以很開心 謝謝 我其實有跟我出版社 出版社跟經濟公司的人聊過 雖然我的上本書的那個銷售成績是非常的 就是我無法想像怎麼可以這麼好 可是我還是很有鬥志的想說 如果這本可以賣得更好的話 我願意帶大家再爬一次喜馬拉雅山 雖然我不知道他們願不願意 可是我很希望他們可以跟著我一起感同身受的 看一次那個風景 然後感覺一次當地的生活民情 我覺得我跟媽媽的感情是蠻複雜的 其實我們在大概三四歲的時候就分隔兩地 我在台灣然後還在紐約 所以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是一直沒有在一起的 對 可是我覺得很好的是 之後他透過了這本書更認識我 然後也透過我的上一本運動的書更認識我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喜歡運動 然後很樂觀的人 然後他自己也經歷了兩次的癌症 所以我很開心他到現在還是那麼健康 然後把他的勇氣跟樂觀遺傳給我也影響著我 所以他今天來到這邊 雖然我們今年的母親節還是不能一起度過 可是我覺得讓他看到 讓媽媽為我感到驕傲 我覺得是每個子女就是最想做的一件事